厨房人員忙著整理食材出菜 煮好的蔬食 裝盤擺好 這家位在高雄三民區的蔬食餐廳 遭衛福部食藥署查獲違規 有10項產品過期 包括雙效泡打粉 青海苔 椰香奶酥等 其中甘露粉更早在2019年8月就已經到期 整整超過5年 共遭罰6萬元 換師傅 師傅東西沒有交接 有再復查都OK 業者說明是因為離職的師傅 沒有跟新來的師傅交接清楚 才造成有原料過期沒丟 而事發在今年初已經改善 根據食藥署9號公布的機查結果 高雄台東更有一家業者被查獲預期原料 共裁罰12萬元 另外有一家台南市業者 因為多項違規埃罰13萬元 是這次違規中最重的一家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